Trevor Mark Eilentine 留言 想問Tesla 他見到近來 公共原車股好像只有Tesla都不升 他上個星期就加了 我打算等追落後 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這樣又行不行呢?這個策略 其實沒有說不行的 而且業績來講 還有公司的獨特性 或者是一個所謂的 或者是一個領導性的地位 其實是沒有變的 坦白說無論現在是通罪4 現在一定是負利數也好 都沒有關係的 這家公司的unique 其實和息率不是太大關係的 息率坦白說就會中期裡面 會影響到股價還是價模型 很老實實 如果Tesla 他現在講的4LPE只是30倍的話 我相信坦白說 現在息率是4L還是多少L呢 其實對它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是問題是現在4LPE是高的 OK 變成了現在市場是在息率高的情況下 對於股價的定價模型 是一定令我相對輕力一些 或者是保售一些的 就不會給你太高的股值 而另外一邊 在現實的執行的方式裡面 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現在任何一個價格 你企圖覺得你買了傳說中的終極的底部 然後三年的底部就是我這一刻今天擺到的了 老實說我覺得你中的機會是極低的 你不是那麼容易摸到Tesla 是真正的所謂的底部 因為諸多美國的宏觀和微觀的問題 我們都討論得很清楚的了 起碼在7至9月之內 你面對所有美股的震盪 相對來說是比較厲害的 你沒有那麼容易摸到它們的底部 而最後我覺得最穩定的做法 如果做Tesla 你不是發脾氣一樣 一回就做一回就做 這樣令你心理和生理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我最後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吸納到某個地部 就是因為收手之餘 是應該看哪些決定性的事件 然後再去想一下加不加碼呢 那個唯一決定性的事件不是加息 因為加息已經是擺在案上的了 那個決定性的事件是什麼呢 就是它公佈第二季度業績 我剛才有一個很簡短的話說 已經講了這個 它第二季度業績是一定不好的 因為第一它Bitcoin它要減值 第二就是它上海廢了一個月 就是這兩個因素呢 已經可以讓它單單單單單只是第二季 它的同比和橫比的performance 都會相當惡劣的 如果願無意外的話 但是問題就是 這一刻應該是誰人都知道的 老實說可能朱朱sir都知道 那華爾街的是17間投行的精英 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對不對 那個個都知道的 情況之下 會不會是側到盡完之後 再出這份業績 後期再震一震你 搏一些不懂的東西 三個隊出街呢 然後就向上升呢 那這個就是要看回 當時第二季度業績公佈完之後 的performance是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結論就是 你收集到這麼多 就是這麼一刻呢 你已經盡了你自己的力了 你人自盡的了 無謂再無限地阻止 不斷令自己心理壓力是太大 你應該是吸納到這麼一刻呢 就停手 然後等第二季度業績出了 然後再算了